大家好,我是雪峰 杜洋非洲 今天给了我们程老师去看一下历史上最铁血的帝王的陵墓 北魏,孝恩的灵 走了 好,大家出发吧 我们现在走出的位置就是鲁王是孟一县的寡王村 就在村的南面,有一大一小,两个风头嘴 以致以来都被党内人称为大孝宗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宗就是北魏孝皇帝的昌陵 只所以把孝皇帝称为是铁血皇帝 是因为他省为少少民族,咸美族还建立这个荒圈 他却以审的实验都在进行汉化改革 像为了实现汉化改革 他率领咸美族人 从这个潜力之外的拼称 潜逐到我们现在的洛阳 最后他还命令要求 这个南潜的这个昌美族人 必须是传汉父 说汉语 这个改汉姓 这个孝恩的冤婚是本姓妥拔 冤名妥拔婚 但是他为了这个顺利的推行 他这个改革 他把自己的这个妥拔姓就改成了这个怨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怨婚 就是以前的这个妥拔婚 这个大众方面的这个小众 就是他这个西部的温兆皇后的墓 但不幸的是吧 在命过的时候 他的这个皇后的墓 被以佛这个刀墓之间给广固过 以佛刀墓之间把这个皇后的墓给盗 就冻现在在这 这个孝恩的一生所进行的这个汉化改革 虽然是最后是趁务的 但是啊 党师储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说啊 党师储这个大慌子 就因为这个反对他这个汉化改革 最后啊都被他给杀掉了 也就是据说这个孝恩的最后啊 用毒酒啊给他儿子堵死了 那这个为了这个国家利益 连着自己的亲生儿子都给牺牲掉了 所以说啊 说来是一位铁铁皇帝 也事不回国 正头啊 认为曹姆啊 殊能无庆 这为了这个国家 这个大义免贤 这不是谁等能做到的 是吧 做不到 那好吧 现在都到这 下观众再见 拜拜